整座城市像是盖上一層厚纱 原方大楼剩下蒙蒙黑影 知名的彰化大佛 被脏空气覆盖 插点消失 因为好像就比较容易打喷嚏 像我最近出去我都觉得 雾蒙蒙的 民众有感恐怖的空气品质 尤其到冬天越发严重 因为这些境外污染物 随着东北季风引入台湾 整个西版部 位于中央山脉被封面 对流差脏空气不易扩散 让人一出门就想停止呼吸 一般来说上下班时间 早上七点到九点 傍晚五点到晚上九点 空气污染最严重 拜拜焚香或是工厂排放废气 别以为只有户外污染物 家里同样也有PM2.5 炒菜大量油烟 一般婆婆妈妈打开抽油烟机 强力催崩 煮完我就关了 煮完可能还会再让它 吹个三十秒吧 煮完之后也让抽油烟机 再循环一段时间 甚至可以的话 再是有空气精英机 抽油烟机能放室内空污 开火前三分钟就要开启 关火后还得再抽十分钟 另外猪犯戴口罩 要避免吸进油烟 对抗空污 滴水不漏 记者临时信物彭新 台中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尽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